大家好 10分钟便可以做出的炸菜肉丝面 做法简单 味道却非常的好 百事不厌 先准备一块里鸡肉 切成均匀的细丝 切好后放入盘里 然后再准备一袋炸菜 起锅烧油 油热打入一个鸡蛋 表面都煎成金黄色 盛出来放入盘里 锅里剩的鱼油 把肉丝倒入扁炒 炒至颜色变色 加入葱姜丝 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量的老抽上色 中大火翻炒均匀 把榨菜丝倒入 榨菜和肉丝这一块炒 味道真香呀 满厨房豆的香味 炒好后放在一边 锅里倒水 水开下入面条 用筷子把它搅开 以免粘连 中间打入凉水 这样面条煮出来口感更劲道 接下来调个汤底 少量的湿盐 鸡精 一勺生抽 适量香油 葱花 舀几勺面汤 把调料冲开 用勺热把它搅拌均匀 再把煮好的面条放入 上面放一层榨菜肉丝 煎好的鸡蛋也放在上面 太美味了 一大碗都不够吃 炒